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朋友们好 无动说跑步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跑步什么时候可以哭 你肯定会说男子和大丈夫怎么能哭呢 我认为以下几个时刻 跑者是可以哭的 第一个 当你达成你人生第一个马拉松时 你会激动的哭泣 我哭了 第二个 当你完成人生第一个波士顿马拉松的时候 你可以哭泣 我还没完成 第三 当你第一次达到BQ的时候 你可以哭 什么是BQ 叫波士顿马拉松的要求 波士顿马拉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跑的 你要达到他的BQ 举个例子 30岁的伙伴要去跑波马 你得跑近三小时 如果某一天你已经抵达BQ了 好好的痛哭一场 第四个情况 就是在请按摩师给你在进行深层组织按摩的时候 你可以放声大哭 那真的太痛了 你尝试过吗 用泡沫滚轴去滚压自己的卡金束 对 如果你够狠的话 你也可以哭 我认为跑者是可以哭的 那么镜头前的你 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的时候是可以哭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跑起来 让我们留下自己最深的情感 欢迎关注微信微博 陪你跑 你把人家手机都吓掉了 很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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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